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对《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6日,首先这里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材士真你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向报三台晒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印度,这一节想说印度,又是那些人衰,走路又打倒退 疫情,首先就有疫情,然后又有示威,银行崩溃 好像现在还来了一件事,大罢工 是,那我说一说,大家知道了 到今时今日为止,12月中旬,其实之前加上讲的那节 围攻新德里的全国示威,即是农民的那个,未完 到14号时,农民更再集结 这个我们不说之前那个 其实现在又有新东西到了 就是现在印度的媒体已经在亡不过来 因为其实这个农民示威之余,南印度卡塔纳克邦就发生了大公潮 而且又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危机似于是收法的 其实收法就不是那些赌势收法,即是法律的法 其实之前除了随属这个印度人民党BJP的印度工人联合会 除了BMS之外,全印度11个全国工会中有10家都在11月26日到27日间联合举行 为期2亿的大三百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大概就有2亿5千人参加 2亿5千万人,你听到很害怕 其实之后我们说过,8号就是天下围攻,大围攻的新德里 工会就放弃了罢工,因为他去了声援农民 不过印度各大工会低姿态 但是不代表不采取行动 因为莫迪先生,这个脚头十分不好的莫迪先生 就在今年的9月份,在这个叫季风会议期间 就把之前涉及劳资关系的四十几个法案全部精简 他都大胆,四十几个法规全部精简 合并为工资法、劳资关系法、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社会保障法 这四个法律 就是由四十几部变成四部 这个可能是对的,我不知道 因为精简有可能也好 但是印度工人就不是这样看 他们就不是这样看 他们觉得是利益受到威胁 自从12月8日,新德里周围 已经是这个风潮慢慢升温 其实印度一系列劳资法的修订 是会减少海外资本对在印度投资的估计 作为招商引之重点的大企业就会得到根据经济、市场情况进行合理裁员的杀生大权 可以随便炒人 他说他的合理裁员是有一个商引号 因为是公司这些大企业说了算 我说一说 比如新版的劳资关系法规定 雇佣工人300名或者以上的企业 财员需要获得政府许可 而以前是100及300名以上才是要获得政府许可的 那这样说其实印度是 我听这条法例 印度是比这个所谓中国更加阻异 不是 我说一次 其实那条法律以前是100人以上就一定要政府许可 现在是300人以上才要政府许可 是的 就是以前中国就用国有企业 当然 但是它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就没那么紧要的 但是现在就这么听 我炒不炒人关系政府什么事 但是它其实印度的保障劳工是到了很极端 以前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它要放的 现在要大一些企业 就是要300人以上才要向政府报 现在300人以下就不需要向政府报的 现在它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那些小工厂随时可以炒人 就是300人以下 是的 所以其实它的工人就说 喂 一般来说工厂很少超过300人 就是随时可以炒我 是的 所以工人就很害怕 还有 一些经济大帮还取消了 有关的最长工时和最低工资限制 人动已经很差很低了 是的 其实就这样听下来 会不会跟他和川普见面之后 变成这样有关 你说得对 巧妙之处就是这里 因为莫迪是想全面的代替中国世界工厂 所以他就要牺牲本国劳动人口的利益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其实我说回现在工潮爆到含含声的南印度 其实南印度是相对工业发达地区 所以其实为什么在这里爆发呢 是因为它的工厂是比较多 在印度的国内 它贡献的GDP 是排第四的这个地区 好 就是拥有这个班加罗尔 这些工业中心 大家知道 其实它的邦就叫 刚才说的 卡塔纳克邦 其实从11月开始已经风起云涌 已经有几大规模的工潮开始了 那其实呢 卡塔纳克邦爆发最长的罢工事件 就是在当地的丰田车厂 丰田叫基洛斯车厂 就已经由11月上纯搞到现在了 搞了两个月 过半月了 是啊 但是有没有搞到iPhone厂那么大件事呢 其实实际上来说它更加重视 因为日本驻班加罗尔的事件 都是高度关注事件 还从当地政府了解过 不过是没有什么人报 那说一下吧 其实风田厂 就在11月上旬 以行为不检 和违反公司规则的理由 将几名当地工会的干部 即骨干成员 开除出厂 做工会的日子多数被人炒先 这也导致这间工厂 11月10日开始第一次工潮 这间工厂都很厉害 6千多人的员工 有3千人参加了把工 一半左右 其实这个涟漪效应 除了丰田 还有来自日本的岭木 都是跟着一起搞 很明显是日式的 你可以说儒家文化圈 对上那种管理方法 对上印度这一种大搏斗 是 其实还有就是 大家知道 北印度的农业大帮 就是在19病毒之后的冲击 都是农民又开始迫供莫敌 现在又到工人了 虽然当地政府掩压软硬兼施 到12月4日 都已经有1200名工人 退出谈判 重返工厂 但当地雇主协会的机构 已经投书 这个帮的首席秘书等高官 要求当局立即采取 包括足部工会领袖 和宵禁的一系列严厉措施 可以避免产业工人制造反动情绪 和当地的传播 其实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大事 搞到宵禁和捉住工头 即是工会领袖 即现在的感觉 他是想着以硬碰硬那些权贵式的人 没错 其实作为印度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卡塔纳哈邦的产业工人之间互相的声器 其实当局已经有所揭制他们的声器 但是大企业对工人斗争的担忧 其实都是不断增加的 其实他们都害怕 你看到那些领事都去日本 日本领事都去 其实他们担心 喂 你这样搞 我们那些车仓不够 那其实再说回 很明显是木迪的心是很好 但是 他想全面取代中国 所以其实他只可以牺牲本地供应的利益 但是他这样做就很难做到 我不会觉得做 即是反对势力太大 你很难找到平衡的 你全面开了那些 就是你难听一些说 你给那些其他的外国势力 或者外国的大企业进来 你全面向他们倾斜的话 你又不一定选到的下一届 虽然我觉得印度的贪腐现象也很明显 有时候 我说回 其实卡塔纳哈邦政府 已经全力调解 这间日本车厂的罢工 这个邦政府拥有 四家大规模的运输公司 谁知道他旗下37,000多个员工 在12月中都是集体罢工 即是在他调解 在丰田车厂时 他旗下30,000多个工人 开始造反 不可以造反 开始动 争取权益 对 争取权益 相对于前者 在工会问题上的争拗 其实卡塔纳哈邦的运输业罢工 没有更多政治因素 其实他们罢工的理由就是福利 其实作为这个邦的工人 就是巴士司机 就是政府的巴士公司 大概 他们也挺厉害的 公交大巴 有17,138架 其实他们工人的要求 我看上去 我不知道当地来说 是否属于卑微 就是想巴士的设备安全一些 得到安全保障 此外 他们要求 当局尽力拿出每人300万奴比的款项 之后 就是辅出40名 在19病毒中 防护不足而染病新故的同僚 即是他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这40多个死亡的同僚 希望就拿300万奴比 就是大概32万港元左右 就分给这40多个人 就是当是辅出金 因为他觉得政府需要这样做 因为抗疫不力 他们说这个 是拿那个 即是他们都很懂得玩 我意思是 都很懂得玩 这班工人不是想象中 这样 他们说的东西是合情合理 这样 拿了个道德高地先 是聪明的目的 目的摆动明 是说到自己是为了钱的 那种做法 其实目的有样东西就是 他陷入了一种迷思 就是怎样都要跟中国比 老实说 他是要去玩弄民粹呢 因为他要去卖民族主义 按着他的角度 他是应该这样做的 真心地说 但是遗憾的是 这个邦的当局 只是接受了 护述金的条件 但是拒绝了示威者 其他要求 即巴士多些的防护装备 以及整个安全系统提高 他们行不行 他们都没有答应 是没可能的 因为这样的货币是太高的 之后其实他们 这个帮的政府还需要到 就是由12月13日 宣布以黑公交取代国营公交 即是这个结果直接导致 班加罗尔周边 原先营运的五千两大巴 只有七十八架是参与营运 其实这个帮直接营运的五千八架大巴 都只是六十六架正常上路 事实上 面对工资也不够 工作环境有恶劣的局面 班加罗尔城外的工人 都给了另一个激烈的答案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伟创公司 即是说的iPhone代工厂 其实很多印度媒体都说 这宗案是两千名 十二小时夜班的工人做的 其实为什么这么大的货币 这么憎恨这间厂 因为这两千个人 已经是十二个小时夜班 连直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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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个小时夜班大乞 还有当地警察就指 这次工潮的参与者 因为黑扣工资 所谓打烂工厂内的财物 但是根据这个 印度教徒报等媒体指出 委创公司虽然号称有 一万五千名员工 但正式工是一千四名 其实正式员工的意思 按着合同给的 只有千四个真的给到足钱 而且疫情爆发之后 工厂给专业工人提供的薪水 我们之前说过 大概两万一千奴笔 即是两千二百港元 就下降到一万六千奴笔 即是一千六千七元港元 但是莫迪当局更差 他封锁后 即是莫迪当局封锁后 即是落单之后 这家工厂只给一万二千奴笔 即大概一千三港元 而且我说过这些全部都是大学生 其有知识的人 是的 人家也有很多大学生 此外 这家工厂不单要求工人 从三间到两间制 哇 两间制一间十二个钟 是很难扯的 是的 你这些高强的 只做iPhone是高强度的 那之后呢 那个集中力要很高 我看过 是啊 而且最大祸是八月份之后 一元新水都没发过 那就抵他死了 即是如果这件事是熟实的话 即是我首先要说 真的很没良心啊 说真的 很没良心啊 很吓人厉 你八月份 现在都十二月多了 四个月没有工钱啊 大哥 怎么过啊 就是啊 打烂是应该的 我们不支持暴力 但是 我觉得他们都是 深刻来说 哎 都是凄凉 那么其实呢 印度媒体呢 就说这件案 就是这间工厂 台湾代工厂的 这个案子呢 其实已经造成了 大概是 四亿七千万港元的损失了 那么当地呢 是紧急调动了五千名 军警去镇压 连夜拘捕了百多人 你有成亿人在抗议 老实说 打烂你这间厂 那就是 嚇到一时 是 那其实呢 那当地那些 所谓工商联合会 那他肯定会 发表评论 说工人不应该掌握法律 老板都是为工人着想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都说得出 怎么会为工人着想的 你说啊 你要人在十二个钟 还要不发工前 你说什么 就是睁大眼说大话 所以其实有时候都是凄凉 这些地方 还有就是 之前说过三十多万的农民 再加上南印度的工潮 其实就代表民众对莫迪政府的反感度 急剧上升 而且社会团结到越来越高去反莫迪 我们都说过莫迪那些钱 不是很多用来抗疫的 又说买什么 又说买战舰 又说买飞机 所以其实 其实呢 这个班加罗耶一带 都有很多血汗工厂 那些名字也不说了 别人的牌子 免得他去告我们 但是这里呢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们普遍存在 对峙的低伤、欠伤、低待遇的情况 所以可以想象莫迪当局被工潮困扰 印度媒体说 起码要两三年才能解决 就是要他落台才能解决 就是要他落台才能解决 但是莫迪一个这么好大起工的人 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 所以他经常跟中国闹起 其实他就很简单 就是转移视 是吧 但是其实这个事件呢 印度都很害怕 因为其实他怕 哎呀死了 会不会觉得我们这里不值得再投资 其实莫迪都很害怕 他是想 给我的感觉 他想做 印度历史上的右翼 类似大卓尔 列根 但是他没有 因为我就这样听 印度其实是很左翼 那个社会结构 因为贫民提很多 是 其实这样说 他 你说右翼是对的 而且他要用一样东西 就是要超越中国 就是他 民族主义 没错 他要超越中国 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理想 他就可以令到人们觉得 嘿 我们终于有一个伟大领袖 他是可以令到我们 令到超越了鄰国 他是想着利用民族的好胜心去做这件事 但是他是想不到那个人的结构 反弹那么大 人的结构 就是 印度人不是那么笨 看穿了你这一类型的政客所想的 我们什么都要赢 我们可以赢 喂 这个不是上古年 不是这样做 就是现在这样的时势 你什么靠硬是不行的 你看看 喂 老实说 人都没东西多就是人多 而且是那个阶级的冲突 潜在冲突太多 存在千年的 这些这样的总性制度 其实 就算莫迪落台 我觉得 没有一百几十年来很难 解开这个死结 可以的 首先你是要 改变到贫富懸殊的问题 但是它的贫富懸殊的结构性 因为其实它就是 通过这个总性制度不断维持 它所谓的高总性的人的财富 是特权 是 好 不过今次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多谢大家先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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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